首先感謝我們兩位長生學指辦老師 魏老師還有林老師 還有我們的何主持人 及各位志工 還有我們六十幾同學 大家晚安 我首先我要講 因為我那個身體本來就不大好 那個腳有點使不出那個力 我們經過那個調整站調整 已經可能快好幾個月了 那個腳天天都有力 有一處我好像身體不舒服 我到那個農民醫院看那個醫生 我那個頭會擺動 好像說很嚴重這樣 我問那個醫生 醫生說 那個你要吃藥 我吃了一段時間 就沒有那個沒有用 我就沒有再吃了 醫療那個調整站 那個開始在我們 我太太就叫我去參加 那時候我還不相信那個長生誰 本來先調整站在前老師的家 後來移到那個慈濟醫院 那個不是慈濟醫院 慈濟那個靜師堂 因為靜師堂離我們家很近 我就用走路了 那時候我太太發現我這隻腳有毛病 我說我沒有啊 有一天我在看電視的時候 我把那個腳放在那個沙發上 我太太看到他說 你的腳不放下來 那個以後會被敗咖 那時候我跟他很生氣說 你那個椅子不給我做 我就去買那個一個那個躺椅 我就坐在那個扣情前面 我就看電視 那時候我雙手就是去按那個這個雙的膝蓋 然後慢慢那個腳 就會恢復正常 就比較好 走路的時候就比較好 但是我現在每三個月 都要去那個醫院 那個要那個什麼那個檢查那個 那個誰 就要去上面 去調查那個 去調查那個 檢查那個 那時候那個 去調查那個 我那個有三高 掌固塵 還有那個什麼水塵 還有一個糖化水設施 本來我現在已經70歲了 我們水糖平均值是7 但是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每三個月去的時候 7.1 經過一段時間 那個兩三個月後就 後來升到快9 那個糖化水設施快9 那個醫生說你要再換那個藥 不然你以後會有問題這樣 我那個糖化水設施從7.1 一直升到快9 後來我太太帶我去調整站 調整的時候慢慢來 那個糖化水設施從快9降到多少 你們猜一猜看看多少 你們能不能猜出來 7.6 剩下5.5 那個糖化水設施從200多降到110 本來是最高的時候快到200多 後來降到200 剩下110 這次經過長城水調整後我才相信這樣 最後謝謝大家 謝謝助攻幫我調整 謝謝 謝謝 好真的是 真的是 好